一只脚马陷入了泥潭之中,这对脚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,果然被一只狮子盯上后,双方就展开了一番大战。 狮子作为顶级猎食者,而脚马也有双脚这个利器,双方的大战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在一片草地中的泥潭中,一只狮子和脚马正在大战,狮子眼看有车辆经过,为了以防万一,它抓紧松开了脚马,并从泥潭中走向岸边。 而脚马从泥潭中挣扎了一会儿后,也成功脱离泥潭,但是它并没有逃跑,反而是直接和狮子硬刚,甚至还妄图主动攻击狮子。 而狮子健壮后,根本不给它机会,上来就死死咬住了脚马脖子,并将整个脚马的身体死死压制住。 脚马虽然想挣扎,但是由于体型劣势,使得它很难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击。 反而是狮子,在这次捕杀战中,一直掌握着主动权。 对于狮子而言,它也深知脚马的弱点,所以从始至终,它就牢牢咬住了脚马脖子,任由后者再如何挣扎,它都没有松口。 结果自然也没有什么意外,在狮子强大咬合力之下,脚马付出了生命。 其实,对于脚马来说,它遇到狮子,几乎等于宣告了它的死期,但是反观这只脚马,在与狮子战斗过程中,它还是有逃跑机会的,但是由于脚马自身太自负, 居然妄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反击狮子,这就太不自量力了。 当然了,如果说这次狮子遇到的是只野牛,那情况或许就截然不同。 野牛无论在体型还是体重方面等方面都要胜于脚马,而且经常有野牛反伤甚至反杀狮子的案例出现, 然而,脚马在面对狮子时,更多的时候却往往是失败者。 其实说到底,这主要还是弱肉强食逝者生存自然法则的体现,脚马在狮子面前,在大部分时候也只能是猎物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